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指出临时停个车 轮胎却被钢钉刺破 下车查看 发现整条路旁都是钢钉 到底是谁 警方已锁定对象 一起来关心 平整地面上仔细看 冒出一根又一根铁钉 数一数大约有十多根 最长的有十公分 铁钉还被磨得相当尖锐 就像暗器一样 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察觉 这里是基隆轿中街 221巷附近居民停车时 没发现轮胎就被破一个洞 路边突然出现铁钉被人埋进地里 就怕有人受伤 里长赶紧拿出三角锥 贴上纸条 摆放钉子周围 提醒民众别靠近 但好端端的 路面怎么会冒出钉子 附近的邻居推测 是因为有住户 在这里设置马达抽水 却引来不少汽车车主 停放洗车 还把水管给压断 让住户无水可用 才分而钉钉子 不让人停车 可能这边有汽车 在这个钢土墙这边停车的时候 可能有压断它的水管 所以他可能就是想说 因为昨天 这个水管有很明显 有做一个修复的动作 那可能是不是在顺手 就是在这个水管的周边 进行的这个钢钉的这个铺设 就是这几张照片 贴到金融社群网站 引来了警方高度重视 经过调查 发现案情真的不单纯 本辖较中街向内停车时 车轮造义务刺破 经警方到场查看 发现该处一位有心人士 为防止停车挡住出入口 而设置钢钉 警方迅速于现场 访查周遭民众 以掌握可疑相对人身份 将迅速通知到案说明 并依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 已请基隆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 虽然现场没有装设监视器 所以没有拍下嫌犯身影 不过有人募集嫌犯在现场施工 已经锁定身份 通知对方 但说明这样行为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最终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推动行人友善政策有成 取缔的建树明显下降 市长谢国良特别带着点心 感谢警察局交通队及 一交同仁的辛劳 也仔细聆听一交 在指挥交通时所遇到的状况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带着甜点 来到基隆市一交大队 感谢警察局交通队及一交同仁 这段期间执行行人友善的辛劳 目前取缔建树已经有明显下降 市长谢国良也与一交讨论交流 指挥交通现场所遇到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带个饮料甜点 来跟他们问候也讨论一下 那现在行人友善有一些成果 那也很感谢交通队 还有一交弟兄姐妹 大家都合力的来推动 那现在车子我觉得在基隆的 文化上其实是已经慢慢会礼让行人了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现在的取缔建树是大幅的下降 几乎已经取缔不太到了 一样的知情人口 一样的知情的人数警员 现在的取缔的建树感觉只有高峰期的10%左右而已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礼让 我们是希望行人也要开始改变自己过路的文化 对车辆 车辆对你有善 希望你要对他们相对的也要友善 跟这个配合整个交通动线的引导 刚刚一交弟兄姐妹刚才在讲 有些行人不听劝 明明只有一个空档需要让车子疏导 他还是要过 甚至还会对一交的同仁会不礼貌的举动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最近也都有采购 根据一交同仁的反应 目前多数车辆都会礼让行人 但也需要行人配合快速通过路口 市长谢国良表示 预计在第三季调整策略 重点向行人来宣导 以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维护行车秩序 现在是要宣导 行人也要有自己该进的义务 行人怎么样自己该进的义务呢 行人要快速的通过 我自己之前就拍过一个短影片来宣导 行人要对离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然后行人也要看路 不要看手机 其实我觉得行人 如果一直都在看手机 对他也安全 对他也不安全 对这个秩序也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 甚至这是不是需要法律层面规范的问题 这都有讨论空间的 基隆一交大队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力加入 一起为基隆的交通顺畅来努力 以上是这样 目前欲交希望有看到的同仁和媒体 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 欲交现在有缺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基隆又有很多重大工程需要去执行 对包括瓦斯管线挖 然后自来水管 然后我们看得到的爱山路那边的人行桥 都一交派大量的人去24小时的轮班 有善行人这个部分每天投入 就在尖锋时刻 大概7点到10点 然后下午是5点到大概7点 一次的人力大概都会投入20至30位的人力 对包含如果假日的话就会更多人 所以希望各界如果可以的话 多多支持一交 市长谢果良相当感谢警察局交通队 及一交同仁 为打造友善路口的付出 也再次呼吁行人 过斑马线不要滑手机 要快速通过路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谢果良市长 视察大庆大城社区道路破损老旧等问题 并指示未来将比照台北市道路认定委员会 建立相关的审议机制 致力改善基隆社区道路铺面就损事宜 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以及都发处长谢孝坤 和中山区区长徐亚文等人陪同下 机动市长谢果良和中山区四位市议员宋伟丽 张炳君 施伟正以及郭美秀 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等人 一起会刊大庆大城社区道路 同时市长宣布一个好消息 就是市政府已经在沿逆办法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包括影响道路安全等因素 未来只要经过委员会认定后 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 而有三千多户大约一万人的大庆大城 非常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施行的社区 市长谢果良也强调 明年将会编列预算 大约分两年分阶段为大庆大城社区重铺道路 也获得中山区不分党派四位市议员的支持和感谢 大庆大城的社区老旧道路的问题 已经困扰了大庆大城的居民民众 长达超过二十年 过去大家都以为是因为是社区的道路 所以公务资源没有办法进入跑步 但是我们比照台北市有一个道路认定委员会 只要是跟安全有相关有安全的疑虑的话 那经委员会认定后 即便它是属于社区的道路 公务资源也可以编预算来进行跑步 那么我们初步认为大庆大城 做这样子的一种处理很有必要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道路认定的委员会 正在经过市府的程序 通过后我们会把大庆大城 列入第一个开会的案例 假如这个案例通过以后 那么我们就会编列预算 我相信明年度我们会来编列 让大庆大城这些所谓 过去大家认为是社区的道路 因此公务资源没办法跑步的 我觉得机会很大 我们会来规划好认定完成后 来进行跑步的动作 里长和议员们也立刻把这项好消息告知 也在现场关心的民众们 而听到市长谢国良可以解决困扰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的社区道路问题 大家都很开心也非常感谢 而根据市政府公务处出估 重新刨铺整个大庆大城社区道路的经费 大约需要5000万元左右 不过四位市议员宋伟丽 张炳君 施伟政以及郭美秀都异口同声强调 一定会支持这笔预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副议长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肯定市长谢国良对市政亲力亲为 同时也期待将七堵规划为 副都心的政策想法能持续规划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在市长市政 总质询中肯定上任不到半年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为了解决各项市政问题 凡事亲力亲为到现场视察了解 我们要的是一个不是话术市长 而是一个务实的市长 我们要的不是凭空想象 我们要的是就像市长 您会去陪这个 你跟着公车处处长 你亲身去体验我们市民所苦 你去了解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解放 找解放 去帮市民想方设法 杨秀玉也认为 从顾市长许才力开始 要把七堵规划为副都心的政策想法 到了前市长林佑昌时搁置了 虽然中间掉棒 但是很感谢现任市长谢国良 重新减棒接棒 持续规划要发展七堵 当时就是把七堵规划为 七堵是副都心 在我们的许前市长 张前市长 但是到了这个我们的林市长 他就把他各自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到 刚才我提到说 这个林前市长他掉棒了 但是市长很感谢你 你把这个棒子卷起来了 那你把这个 这次这个基隆捷运 那你也勇敢的 承担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后续的这个 制筹款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几天 也有很多同仁在讲到说 基隆捷运这个 从这个不用钱 到又 这个可以说 我常常就是讲说 我自己写的一首打油 是说初一指五不一样 就是捷运 基隆捷运规划向月亮 初一指五不一样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都是一样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他个人真的非常看好 七堵火车站周边地点 更有航运 三雄 阳明海运的总部在这里 可以规划发展为 就业及商业的基地 带动七堵再升级发展 对于七堵火车站 我个人真的非常的看好 而且我对于未来呢 也是很有期待 首先就是 大概就是您讲的 这个转运站的 这个地点 就是他的这个 七堵火车站 正对面的 这个长方形的土地 我们已经跟台铁沟通过 刚刚私底下 也还在跟秘书长谈 就是包括台铁的 这个大概 1.2公顷 以及我们的部分 在隔壁的 这个停车场用地 但可以做多目标使用 这个大概1.56公顷的土地 就在这个火车站的正对面 是俗称的 是俗称的TOD 就是交通发展导向的用地 一定可以好好发展 让它成为不管是就业 商业 但是转运的种类等等 我们因为 时代已经慢慢也有一点在不同 在变迁 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交通的要点 可是什么样形态的交通要点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研究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零售商业 跟办公室商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第二点就是 也在七土火车站的隔壁 那有赖于最近的这个疫情 改变了这个航运业的 整个运作的方式 我们的航运三雄 坐落在我们基隆的阳明海运 它去年的总体获利是 1800多亿 那这样子已经让阳明海运 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所以我们也很集结 在它的两旁 我们希望未来都要发展 跟阳明海运类似 但是又不同的航运物流 供应链相关的企业的总部 杨秀玉非常肯定 市长谢国良用务实的想法 和规划来发展七土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头要是总直询 市议原证问题 建议市府能够评估 将电动机车政策 转为共享运质 以因应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基隆市议会总直询 市议员郑文婷直询表示 再怎么盖停车场 都赶不上车辆成长的速度 因此建议市府能评估 将电动机车政策 转为共享运质 以因应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尤其以我们基隆来讲 你盖再多的停车场 你都追不上汽车的数量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以共享 汽车或机车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去推广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然后一步一步走向净零排放 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件事情 也希望市长能够再仔细地去评估一下 我们的电动机车 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方式 让市民能够共享这一些机车 这个也不违背你推动 电动机车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初衷 那我希望市长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更周全的一个思考 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环境更友善 那让每个人他要出门的时候 他可以在家附近 我就用共享机车 共享汽车 我达到我的目的地 这一台车还可以让下一个人继续使用 那我建议市长 基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U-bike 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一件事情开始做起 如果我们有U-bike 可以进到我们的基隆市 让很多人他不用骑机车到火车站 到成绩转运站这边来换搭公众的运输工具的话 那透过U-bike 共享这个脚踏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逐步的来改善交通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周全的一个做法 提供给市长参考 市长谢果良达询时说明 电动机车政策 有把绿色运具和共享运具纳入 也将积极推动 年底前在观光景点有共享运具 我个人跟议员表达我认同您的看法 我真的有认同 但我希望先求有再求好 我们一个减碳的方法是改变传统的运具 变成绿色运具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是让自由的运具变成共享运具 这两种方法都是对的 没有不对的 我的五万台青年电动机车 在我的心里面的蓝图跟想法 希望这些最后能够变成共享运具 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做到 真的是有机会的 所以未来我们会按照您的方法 来去推动这方面的一些业务 然后随时跟议会来请教跟讨教 那脚踏车的部分 因为我已经去U-Buy去过 而且有详尽的评估 会后我可以跟您报告 为什么是有所谓庞大的负担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您的建议非常好 我可以跟大家承诺 可能在观光景点 可能数量不是很多 可是今年年底以前 今年年底以前 我们就让基隆有共享的运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客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议员于三发 在总质询时 要求市政府广设监视器 感应式大灯 灭火器 市场谢国梁赞同 其必要性将会逐步进行 前一阵子 基隆发生女子遭攻击 监视器却因故障失修 未能发挥辅助治安的功能 市议员于三发 在总质询时 搬出17年前 他就要求大量装设监视器 感应式大灯的质询画面 一样的诉求 在今年总质询中再度提出 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我建议广设灭火器 因为现在一个灭火器 大不了一两千块嘛 对不对 让基隆市到处都有灭火器 希望灭火器跟我们的监视器 跟感应式大灯 希望这种虽然看来不是很大的东西 但是却是民众很需要的东西 我非常认同议员您的看法 也感谢 包括像感应式的路灯 我在这个意识殿堂上 也不能骗大家 这个很好的方法 是你建议我的 感应器的部分 跟监视器的部分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补助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采购 我们尽快在下半年 就能够下到零里去 另外安一路社区缺乏停车空间 市议员于三发也提出在安乐国小旁 盖立体停车场的诉求 我们现在安乐国小 后方这个立体停车场 这是安一路专 我们希望往这个地方衔接 经过这边可以搭建一个平台 去衔接这一栋 下一张我们再来看 我的构想 就希望搭一个平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塔 这一张就是我亲自画出来的 因为我讲了很久 我们市长好像都听不懂 现在新的市长 我希望你也能够更快的听懂 您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也要给您具体的一些回复跟想法 我想说我们这个案子 从你这样子跟我们说开始 你画了一个这么完整 而且清晰的一个概念 我想我们会来开始研究 然后也去了解一下那个地块的大小 了解一下说那个附近的一个 停车需求是肯定有的 这个毫无疑问 但就是说如何来促成这样子一个案子 到底是可能要民间的 还是要用政府的等等 我想我们会开始 应该是说积极来评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有鉴于安乐区每日往返台北大量的通勤人口 市议员秦珍在总咨询时指出 如果捷运第二阶段能在安乐区规划设立长根医院捷运站 将有效改善现有的通勤状况 进入人口比例最高的行政区安乐区 人口有八万多人 市议员秦珍在总咨询时指出 有限于每日往返台北大量的通勤人口 如果捷运第二阶段能在安乐区规划设立长根医院捷运站 将有效改善现有的通勤状况 安乐区有一个最大的出入人口的地方是什么 长根医院 长根医院 市长谢国良达巡时相当认同捷运 如果能接到安乐区会更有效益 进入市区后可衔接火车站 我希望第二阶段是能够到安乐区去 然后希望能够在安乐区找一个路廊 再进到市区最后进到火车站这边来 我们承诺说我们努力留往那个地方走 一定会一定会努力 我们承诺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彼此来签个字好吧 承诺一下 好好好 市长谢国良应事议员秦珍签署 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规划设立长根医院证实强调 我们是不是说一定是要往安乐走 这个还是要经过详细评估 我们觉得方向上应该是这样子 确切的路线及相关规划 仍然需经过详细评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安乐区接近一路上 使用率高的金山铁站后车停 因为空间不服使用 民众经常日晒雨淋的等车 金融市安乐区议员林佩祥 秦珍郑凯凌基于三发 联合起来争取经费 将后车停延长空间 打造友善安全的后车环境 接近一路上金山铁站后车停 看起来相当吸引 不过公车国道客运搬车多 上下班通勤族使用率高 经常大排长龙 后车的空间已经不服使用 后车空间不足 只要遇到下雨或者雨季 让通勤族很不方便 金融市议员林佩祥 郑凯凌 邀吉的里长及公车处 研议将拥有的后车停延长空间 让后车环境更舒适 原本的部分在延长五米五长度的那个后车停 然后大概下注三根 然后再做个背板 然后中间会保留一个人行进出的通道 然后民众后车也比较方便 我们接近一路这一个铁电的这个后车停 公车处的后车停 因为我们早上后车的人口数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边因为经理长的要求 希望我们能够公车处能够增长 他的这个后车的一个等候空间 所以今天凯凌佩祥还有余生发 秦珍四位议员 我们国民党党籍议员 一起来汇开来协助处理 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个后车停拉长以外 让我们的里民能够有更好 更舒适的一个后车空间 金山铁站仅邻五轮里和新轮里 公车停使用率高需求大 安乐区四位议员一起合作 不要再让民众等公车日赛雨淋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坎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期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